Wake up , 。 慧恕育民叙рип節 回歸環境倫理 回歸環境倫理 中華民國政府在1928年 本來他是建議在農曆的清明節的時候 當作這個植樹節 那後來呢 國民政府呢 把這個植樹節改到 孫文先生的逝世的日子 就是3月12號 那孫文認為要在華北 華中一帶可以來做大面積的造人 那1945年 1949年 中華民國政府前來台灣之後呢 事實上台灣到處都有樹 你不用種樹他自己也會長 那那些大樹都是原住民的祖先留下來的大樹 他們也沒有把它大量砍樹 結果呢 我們日本時代大量砍樹 國民政府機器大量砍樹 台灣的土地 我們的生態 我們原住民 他們過去被清算被占領 到現在為止 沒有轉型這裡 所以我是覺得 3月12號 這個指數節 應該給它廢掉 回歸這塊土地的環境文理 那世界呢 在1970年 聯合國在1970年 已經呢 定了3月21號為世界森林日 整個國際呢 在3月21號這一天 是大家一起來 愛護森林生態 那林業方面 不是說廢掉 我們生活 需要林業 需要木材 需要紙漿 需要新探材 那我們怎麼樣用呢 要永續利用 這個聯合國都有規定 所以我們只要台灣 回歸到國際的森林日 這個才是正軌 政府在這百年的破壞 政府是有義務 要協助協力 我們所主張的 搭配台灣的國主計劃的 就是原住民守護領域的 故意計劃 人類沒有破壞自然的特權 土地如你講的是 我們人跟土地跟自然 最深層的永恆的聯繫 那 回到我們的訴求 維護原住民的固有主權 維護部落的自力體制 尊重 也運用 每一個部落的在地的生態知識 延伸之物 我們認為它在遺棄 自然生物它在哀嚎 所以我們更呼籲 我們台灣應該要開啟 台灣的祖林節 廢除這種移民的指數節 自由以太陽 好黑黑 外邊的這個瓶林 也就是翡翠水庫 以及很重要的 泰雅族的傳統領域三峽 這個都沒有被政府公告在內 所以我希望說從今天以後 不要再聽到政府 或者是任何單位說 我不知道原住民傳統領域在哪裡 因為按照憲法 按照原住民族基本法 你在這一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裡面 政府的一切的作為 都必須要經過原住民族的統一 那現在他們在這裡面開發 在這裡面破壞 在這裡面 我們希望在520的總統演說裡面 對這樣的台灣的生態環境 原住民族轉圍這裡 他要做出表述 那我也更樂觀地希望 明年的這樣一個大地的祭儀 是總統一直參加的